他頂了一頓就行了 你們不是好像他 他不知道他另一個offer是做早潮的嘛 如果另一個offer是做早潮 或者他想做早潮 早知道他現在心大心細了 兩個人都不知道 左右逢源 但是萬必說他做事掛一漏麻 他現在考慮職不職 他就想去政府總部上班 還有小先生你也不要經常這樣搶 蘇鴻還要拍拖 留下你時間給他 他搞到的了 可能做一三五 就是他們這樣的樣子 但是anyway 就是like一like的TV webTV 就會在10月1號就launch了 那諾韻就會做足五天 將所有non-political的事情 排成一個節目表 就在like一like那裏 之前飲食節目那些可能都會過去 娛樂、蕭嫻之類的節目 那我們先去告告 震撼香港互聯網 改編至高登討論區 追劇霸氣甜股 超級程式盛喜劇 一路向西 like bar 華文 互聯網世界 9月20號 齊齊出征 2D或3D 封劍尤日 吃點心 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店 陳榮獲Time Owl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全球101間最佳食戶 冷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是菠蘿包 燒汁釀茄子 芥末鹹水果 太子燒買王 出名 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 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 打打杏仁茶 才好走 Ivan Sir 現在打工仔 下班未必能放工 曾sir 炒股票都一樣 收了市都會盯緊市 那收市你怎麼看 那由我曾sir 由我Ivan Sir 那和你一起去收料 那你就知道過鐘的奧妙 記得了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五點見 喂呀 你怎麼不看我啊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靚波王這麼特別 為甚麼靚波王的山鳥這麼優質 為甚麼看球要來靚波王呢 來靚波王吃過就知道了 詳情請上0812.hk 或打23990812通宵營業 踢完球 沖過量 吃飯 不能吃啊 趕著要聽人網的新足球節目 人網有新足球節目嗎 那你也收不到 由7月份開始 逢星期三晚10點到11點半 肥蘇、謝拉會主持一個新的足球節目 爆足90分 他們將會以不同的手法 點評一周球談大小事 賽前分析、賽後警討 還會有各位意想不到的新環節 不說那麼多 我現在要趕著回去聽了 星期一、三、五 蕭先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史哲理 風也笑笑 現在開始 說反國民教育的最新進展 你說一下 說反國民教育的最新進展 現在變成大專開始接力去 去罷貨 下一個就是成大打算罷三天 是啊 今早在Facebook 已經看到他們 已經有個 schedule出來了 他都比較完善 真的搞得不錯 那個罷貨 昨晚都有成五千人 在百萬大道 在中大 是 都人多 是啊 那就是 首先那次撤退的爭議 你說一下撤退的爭議 其實如果你說過選舉的結果 我更加失望 是選舉前24小時 對 我也覺得是 其實那個時間 你說很巧 就真的 可能不能夠解釋 對 對學生和家長組織來說 我覺得是不能夠可責的 對 我也明白 對 還有我也說過很多次 學民思潮 我想說半年前 有誰可以估計到可以搞到今時今日幾個地步 還有他們自己都 有些人出來說 其實參與者已經做到 根皮力蠍 其實差不多頂不住 那 沒辦法 對著 良者後面 還有後面 北京有些智囊 老狐狸 其實他是很高明的 他那個假讓步 就是 搞到把球拋回學校 覺得很聽話 他們自己去自主 而他都明白 香港人 可能一時之間 你擲了改良方案出來 又是反應不切 對 就是脆脆地收了他 但他又不明白 你和共產黨 例如香港那時候 03年7月1日遊行 北京不會馬上要拉下董建華 都會等多一年 看完 一年之後的7月是怎樣 才決定 他都不是馬上拉下董建華 2005年初才腳踏下台 即是 其實如果你懂得玩的話 應該是 怎樣都要死定多幾天 然後才會辭退 起碼是否捱到選舉完 對 看下沒有人接力 不過雖然有另一個江湖傳聞 就說 其實他們是怕某一些政治團體來騎劫 哦 是 那是指我們 因為那天他們是跟他說 選完之後 如果你還是這樣 我們找一千人下來 他都會來不住 哈哈 哈哈 即是 他們全部義工有一千人 起碼可以下去住幾天 星期六 星期日 我們那個時候 又不是真的 想著 不只是你一定要叫才下 其實 我根本知道 很多義工 沒有穿黃衣 是下了去的 其實 即是做完義工 開完街站 即是看WhatsApp Group 所以其實我那天 我覺得這個運動 是相當危險 有一個動蕩的時期 就是在於什麼 其實都未必是 關於選舉前 或者選舉後的事 而是我覺得 他起碼都要等到 真是大專生 911罷課 接到力 其實我知道 中間那幾天 是非常 穩遠的動蕩 假如 各廣場 還有人 那些大專生 在超大集聯會 已經把大隊都拉下去了 因為其實 就不是在百萬大道 你就會看到罷課 就會在正總舉行 這個就是 最理想的 picture 現在 不幸中之大幸 都叫做 接到力 運動還可以繼續下去 不過你見到選舉 開票日 你見到 梁書記是少族難開的 當然 看到我們 大家都不肯 但是評論 其實現在好像分了兩邊 有些人 其實只是想評論一下 這個決定 會不會再好些 很多時候 政治運動 評論家之後 都會作出一些這樣的評論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有些人作出 對於這個決定的評論的時候 另一方面 就會把這些評論 歸納 這些其實是對大聯盟的指控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沒有差 也不是指控聯盟 坊間有些懷疑是懷疑 其實是有些社運界的人 但是有多少人很敏感 有多少人都很過分敏感 因為大家會看到學民思潮 或者大聯盟 所有的義工 真的太辛苦了 那就是 你現在這樣去 聽到這些反對的聲音 它是會心裡 很多質疑的聲音 都不是針對學民 或者家庭的運動 運動本身 跟大聯盟沒有關係 當然他們太辛苦 給他們一些時間 休息一下 再慢慢談 都不遲 不過那個撤退時間 的確是很令人覺得 是有一些問題 在心裡 是想 是會覺得 好像不是那麼清楚 不太明白 就這樣說一句 累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累 怎麼會去到 在那個時刻 是很差 就是一直 祖俄多提 在派一些類似打手的人 來捉擾他們 也就是 醫生也收到一個短訊 就是說 會有些臨機去破壞那個運動 那就是 心裡和生理的 都很疲累 另外就是 我會重拾那個 appendix program 其實我會 人網的東西 會交給其他人 除了我做三萬節目 那又會看 appendix program 其實也是想培養多些年輕人 嗯 那我就見了幾十個 就是最後interview 剩下最後的short list 了二十個 他們看著鏡子都長了 之前選之前 你見過一下 他們 是 但是當然 做早條節目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對面那個 是大班 你就不要做了 你上次已經 是 是啊 雖然我知道 新的挑戰對你來說 有時是 是一個大的刺激 但是應該不是一個 操伸節目 嗯 嗯 那就是 Anyway 培養年輕人 就是我的職智 當然 就是 就是 永遠 我是很喜歡別人有才氣的 那就是 你有才氣 我就已經原諒了你很多 就是有某方面的才氣 嗯 就是所謂 各人佳陽殺 我以獨連財 嗯 但是永遠 永遠到最重要 選擇最重要的人 永遠是 人品為先 是 那個人究竟是 可不可靠呢 嗯 就是 那個忠誠度 是 是一個最重要的考慮 就是 北非特這樣說 Integrity Intelligence 和Energy 三樣東西 他們請人的要素 而缺了第一樣 後面那兩樣東西 會成為 你的禍根 因為 就是 我出來做事 都被人掀過無數次 就是被人掀過無數次 就是得到 回來學過的教訓 就是 我們知道哪些人 以後將會很快地掀你 就是這樣 所以 很快地估計到 哪些人將會很快掀你 哈哈哈 OK 開一千眼通 他可以交了很多學費 都 他未必 都是聰明的 那就是 就是 另外這個梁思傑 脫爛的另一個徵兆 就是他 現在就可以任命 這些 我覺得是丟架來的 他的民望 是跌到 四十六點多 距離 保胎增最低那一刻 只差 三個百分點 他只是跌下去 就是他的施政效率高 就是 包括這個民望創新低 不過我想 他 他不介意 我覺得 他真的不介意 我覺得他是完全無恥 其實選舉時候 網友或支持者 就剪開一條片 幫人民的論 拉票 就是我不看 都不覺得 原來他那些 已經做了幾多事了 他的政績 都會死 劣跡單單 真的 但是 我們 立法會復會之後 除了想著議會抗爭之外 一定是要搞得太立 是 走不掉這件事 但是他真的衷心 你看他的表情 其實他真的完全不介意 又是一個新的照妖鏡 到底 到底誰說什麼呢 哪些人會抵制我們 大家可以靜負以待 那麼 那麽久才 appoint 三個副局長 是很 Pathetic 你知不知道 即是他沒有人肯幫他做事 3月25號 你選贏了 到現在 你才appoint 三個副局長 out of 即是三司十二局 你說是不是很嚴重呢 這個是 完全表現出 除了那些人不想跟他做事之外 也知道他 聞到他浸脫 知道那邊是很嚴重 其實幾件事 當 鋪胎曾搞副局長 和政治座理的時候 通道都說這個是蠢工 當時是搶的 即是現在你想想 同一個待遇 你換了一個老闆 立即沒有人做過 那份工 你就知道有多嚴重 你看麥齊江那些 你真是沒有了 嗯 未請齊人前面 已經一鋪一鋪鋪 都有人揹著 誰敢走過去 誰想 不過最 我想離人猜疑的 就是陸公圍基 居然真的進去了 副局長 當然 陸公圍為何要這樣屈就 以這個資歷來說 一早就要做局長 就是這樣 是 還有他之前明明寫過一本 地下黨 就是地下黨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寫得更多 想深入 深入 是呀 是呀 即是北日府月 應該得不知 好 講講習近平和各行反韓 那件事 習近平去一條片 去一條片 去一條片 非常值得瞩目的是 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失蹤八天了 到現在還沒有露面 習近平最後一次的公開露面 是9月1號 他出席了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 在5號取消和美國國務卿 希拉蕊克林頓的會面之後 原定10號要會晤丹麥首相施密特 但是又傳出行程聲變 不過施密特的公開行程當中 原本就沒有會見習近平的行程 引發了外界許多的揣測 華爾街日報預測 習近平被捕受傷 也有傳言 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 遇上了交通意外 網路上則流傳 他在參加黨校典禮之後 遇刺受傷 目前在醫院治療當中 不過這些傳言 都沒有獲得中國官方的證實 身為大陸的副主席 預料習近平 將在今年秋天和胡錦濤接班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但是在這個時候 傳出了失蹤的消息 然後仍先浮動 習近平從9月1日失蹤到現在 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說車禍嚴重受傷 另一個是說他心臟病發 總之就是現在見不到他 車禍的人很喜歡說是一個政變 即是說是兩架車夾他就撞到他 搞到他真是重傷 首先就是說 如果說游泳背部 雙親背部 我覺得是不能夠接受的 即是已經出來了 即是已經出來了 你見希拉里 大哥 你游泳拉傷少少少 還有第二次說丹麥那個 這樣出不回來我是不相信的 是的 第二次我被車撞到 我也是不相信的 即是這個 他們的保安程度之嚴密 經常都怕人暗殺 他的車出秦附近都沒有什麼車 怎麼被車撞到 即是你覺得 心臟病發的說法是比較接近的 他健康有問題 而且不是一個 一件不是那麼 是有些 是嚴重 不是嚴重到那麼厲害的問題 因為你見到 胡溫其他的behavior 都是合理的 即是沒有一種慌亂的感覺 沒有一種慌亂的感覺 證路 證路真的出大詞的話 即是可能要通坡仔 但通坡仔幾天後就可以出的 而他去見丹麥再不能出 那通坡仔還可能有病發症 即是大約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習近平 即是是病的 即是相對來說是嚴重少少 但又不是政變 又不是整個意外 嗯 是 那就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國航反航那件歧視 你說一說 那又是 今年是月初的事 即是一班國航的班機 由北京飛去美洲 流浴 差不多都到的了 誰知道 七個小時了已經飛了 對了 要繞回去 飛回北京 就聲稱說美國 就收到美國那邊通訊 這個真是奇怪的 即是說是有炸彈 即是說是有炸彈 即是馬上下 最近的 最近的 是馬上飛了七個小時回去的 你明白嗎 但傳聞說有個女間諜 在飛機上 有個是撥起來了 有些親信的女助手 說想逃亡離国 就洩漏了風聲 結果是要讓趙兆 趙把飛機回來 以及他給他們 飛機回來北京 他們才會搜索 其實就是看會不會搜到文件 即是 即是當時就採訪 即是有記者來採訪 就說他們不似在在找危險品 因為在場都沒有 即是處理危險品的人員 就似在在找些文件 但但是大陸的特色就是 如果他説是找 那個就可能帶一些文件走 我相信是特務這個說法,而習總這麼肥,中風的機會都很大,但是一定不會嚴重,因為一嚴重,整個大陸政治局就完全是動蕩了,這個是不像的 那現在都不覺得那邊很panic,不覺得那邊很害怕,而且如果說國行公佈說有危險品,那一般的習慣就是官方公佈那樣東西應該是假的,所以起碼一定是其他樣子 但這宗新聞,其實大陸報紙是沒有怎麼報的,即是他連在深圳和空另一宗接反事件一起說,但輕輕一句大過就算了 即是我也講過,這個世界上有幾種人,其實是不能夠重用的,即是我跟萬別講,你請人,首先第一,就是對什麼事都發牢騷的人 他看過世界,就什麼都覺得對他不住的 這種人其實是怎樣呢,這種人其實就是,這種人是他的良心賬保高度傾斜 人家給了多少他呢,他完全不來,只有少少拿不到,就覺得別人對他不住 他那本良心賬保呢,就是別人給他的那些東西,他入賬是入八成而已 他給別人的那些是入150%的 這些人通常是比較自我中心的 是,祖息汪湖,懷疑志,不知陳掌立身中 這些人是無可裝扮的 永遠覺得全世界都欠了他,去到哪裡人都欠了他 是,就算無論他製餘多好都好,他都是不開心的 那種人,即是你很難please他,很難取悅他同樣,又很難滿足他 嗯,而人力和社民聯的基本不同 就是我都講過很多次,人力是要有team play的 是一個團體來的,所以每次出來才能出到這麼多力 基本上所有人都聽指揮的 嗯,我們的義工是乖 雖然劉翁本來的seniority很低 但他講一句話,基本上所有人都聽指揮的 是,大家都要尊重他 嗯 那這個和其他散兵游泳式的衝擊的不同 所以人力是一個中央眾隊來的 在抗爭行動裏面 如果這個中央眾隊,是每人各自為政的話 那這個中央眾隊,即是不存在 那能力會很小的,始終事情是搞不大 而且無論你做抗爭也好,或者做任何運動也好 你搞來搞去都起不了,都沒有起色的 我想過去那二十年,泛民其實都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在 我現在看今次的選舉,其實有這麼多政黨搞過這麼多次 我也覺得他們搞的選舉工程都是亂亂的 原因應該就是他們做完一次就算了 也都是沒什麼成全,也沒什麼組織 嗯,嗯,嗯,那當日大家 雖然他們是和馬仔是很好的同學 基本上,那個initiative都是他一班同學和老友 都堅決認為馬仔不能出來選 就是這樣 是,就是大局為重 而是有機會讓其他人選 這個世界,只給你一次機會,給你兩次機會 那就是看你怎麼做 就是這樣 嗯,其實自己決定 其實如果讓馬仔去選九東的話 可能他的結局是絕對一個大災難 分分鐘他得票是少過阿土 然後我們整個團隊都是面目無光 被人喘到天亮 這個其實阿毓敏其實沒有堅決排擠馬仔之心 反而是其他執委一致認為馬仔 他不是一個適當的人選 第一他有醜聞那件事 第二大家對他的性格相當憂慮 意思是,其實整件事真的是一個考量來的 並不是因為我喜歡你,我不喜歡你 或者你這樣很不乖 不是因為這些事情 而是因為我們看過整件事 看過大局是需要怎樣 因為人去做 大家都支持 就是選到 那些人都可以念舊 是啊,這個 所以這個 翁文都說 就是選了之後 就是每一個人 是不是會脫離人力 這個非他所計及 他都控制不了 是 但是在九東這件事 在翁文是 就是談了他全部的財力支持 就是說 其實人力的支持大概四五十萬左右 但是他將近用盡了 就是那個預算的了 其他的錢 我想全部都是來自翁文的 是 或者翁文 其實也是 其實你將皇上和馬仔比較 因為皇上已經算是好很多 就是看整個選戰的表現 還有 就是 他這個九東選戰的客觀效果 其實是把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那裡 他的選戰 我覺得他的選戰做得不錯 我那天在改革換代 我那些批評 不是說批評誰 是連我自己也都批評了 我也是忍不住氣 所以 港島新東才印了二十萬佛號外 這個 反悶黑 賣港實錄 這個我也是後悔的事 我們還有 反潑污水 兩樣東西 這個蝶子的性格 其實我又不覺得你只是因為忍不住氣 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人力存在的本質就是要向民主黨開所 民主黨開所 根本就是主了整個人力 以及人力支持者的天使 還有馬仔經常失蹤 約了他不在那裡 這樣已經是不可信 我也見識過一次 那次約排氣 不過我 網上的 我自己看法 你見到他是有很強大的政治潛能 不過他有些缺點 有些說話 其實有時候他應該收績一些 例如最初 最後一集 他不應該說我以後都不再在人網做節目 例如他回應謝偉俊 他不應該說那個契迪論 因為被人無限抽水 前幾天他講的那一番話 其實他根本不應該說 他如果沒有講那一番話 我再跟郁敏談一談 什麼都沒有 不過一個爆炸力這麼強的人 又很容易衝動 亦都是雙輔雙成的 都會發生的 阿馬仔他們不想說 我可以說幾句 阿馬仔 這個被人告你強姦 出事第二天 我就找他去我家 所有人都撲傷出來 跟他想想怎樣去看他這件事 在我家 我說你就算其他人 有一千個錯也好 只是這件事 其實其他所有人 全部跟你劃清界線 你是涉嫌強姦 性罪行 當時那集之後的城市論壇 城市再論壇 我記得大家都是支持他 還有之後馬仔再一次 演生城市論壇 選民力量的戰友 全部一起出去 那就是這個 其他事都次要的 如果那個人 其實其實本心是ungrateful 和經常都ambitious 是不能夠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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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些人周圍都是 自己都是要小心點 一定會遇到的 一定會遇到的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講的是梁書記 現在面臨政治局面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泛民有27席 泛民絕對沒有27席 因為李國倫 從來都是汪過對面的 其實就是26席 但是potential 會造反的 還有一個半造反的 自由黨就有5席 什麼最大的危機 始終都在地區直選 到現在是 剛剛是僅僅一席 才能夠過半數 這件事很危險 就是可以被人偷襲 跟著分組點票 例如搜狗議治規則 是可以整死我們 我又 與此同時 我又不覺得 建制派真的那麼支持他 真的 這個真的 唐營那些一定是 一定跟他有 心懷怨恨 講回唐營的話 我都要提 給一個credit 劉建元整個港島的campaign 雖然我們嘲笑 自由黨是一個恐龍 但是我發現劉建元 還有戰鬥力的暴龍 就是暴龍 老實說 雖然在選舉論壇中了他 但不得佩服他 有做好功課 例如有聽過我們的節目 還記得小生 有講大麻合法法 和開島這件事 他懂得我的黃島讀政綱 他根本本是你的聽眾 是的 我發現他負責咬葉劉淑儀 都咬得不錯 都是向你學習的 可能 長遠一些計劃 尤其是港島區 尤其是轉民力量這個組織 最初是為了用來 就是因為挑戰平常這個運動 以來是想監察一些立法會議員 或者區議員 但現在我們的成員 又當選了 這個組織就變成自己監察自己 又很尷尬 我其實是想要不要轉型 變成一個民主右派政黨的錯型 可能還要做一個 四年後再戰廣東的 bas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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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是怎樣 你看長遠一些 其實他講的那些東西 是不是consistent 就是其中一件事 那個behavior 是不是consistent 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 anyway 網台的發展 就是 是要整件事 rethinker 配合這個 我會做的集思會 加上人民公社 怎樣擺一個 financially 可以sustainable 可持續發展的境界裡面 那他就有自己的生命 就是說 那些股權 都可以交給那些管理的人 交了給那些管理的人 其實一直來講 都是虧本 都是我出的 就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 09年的時候 蕭先生已經說 人網想融入一些 地區做多些民生的事情 其實都 就是 這個東西慢慢都好像 實行中了 哦 這麼早講 對 很早已經講了 那搬去更大的studio 是的 但是如果你做Apple TV來說 其實resolution 要提高多一個 一級的 那你的equip要動 其實你現在會 會在大螢幕上出的 嗯 就是resolution 足夠大螢幕出 是啊 足夠大螢幕出 你的機器都要換了 其實現在我們的Kumaki 這些全部不行了 不夠 不夠啊 這些機器都不行了 你去大螢幕出的 嗯 那真的嗎 如果用了大機 那個studio要大一點 否則那個位置也不夠 我只會去外面的operator 說而已 多開心 外面的operator 那這些有沒有經驗 我真的要請大家來跟我說一次 即是怎樣去看這套東西出來 是 因為人網這套東西 是自己從很小發展出來的 是 它是土砲 但是搭成了一套土砲系統 即是搭一下搭一下 變成現在這樣的規模 變成這樣 是的 我真的看著 但是香港的同藥系統裡面 已經是最大的了 那就是啦 就是YouTube比我們更大 哈哈哈哈 不是 這件事是很感動的 我看著 或者你可以問一下 account account是看著 人網是怎樣改變 一步步的升級下去 嗯 雖然說這些機器要改 但是我相信在香港網台來說 應該是最大的 燈都沒有什麼人用 沒有什麼打燈 是 我們會出戶外播 這些也沒所謂的 即是出戶外播 我都說了 即是以後 萬必就搞多些戶外節目 或者請多些人上來 我們也會做一個 我想做一個可以坐一百人的 這次就 現在坐到五十人 再打一倍 可以在這裏開會 即是可以叫人上來 免費補習堂 這個簡直是一個 lecture hall lecture hall 即是訓練 阿細麥當區議員 這是我的心願 我希望在上面可以有開心 有網台聽 即是他負責就是幫人家 充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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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鎖啊 這個 所有附近幾棟大廈 他出來給人家提供這些免費服務 那你三年後 人家不能不選你 那你不做 那你不做 那怎麼辦呢 目標就是要撼爺文傑聯 做地區工作 做一間房間在那裡睡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你知道嗎 即是一個24小時熱線給他享受 對 一叫到五分鐘就來到 那人是不是感動 你的市局 爆了市局 他五分鐘來到 幫你塞 他還聊天 如果你想找人聊天 隨時打給他 他可以跟你聊天 不如也要選一個選得國區 不要選民建聯鐵鬥 你真的這樣幫小媽想定 謝謝你 不是 隔離是甚麼來的 是民主黨來的 就是服務太古城 因為我們搬去宋夫那裡 人夫 就是打民主黨 不是 我區那個 當然 這個人其實我都很想追擊他 不要吵蟑螂 他是分身擁護這個政改方案 而且他上年推選勝選之後 現在有意氣方法 他好像覺得他的路線是正確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上近家 先通通他 可惜我不想出來選 我出來選的結局可能是超低票落選 那又不要這麼妄子匪薄 你中二百人又在你家屋裡 他亂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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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剛才說 還是出禮 太肯定了 他沒有路線 而且他在地區的工作其實做得不錯 對 不過去年他贏得得票 贏得很反常 那細媽他可以跟別人談心事 跟老人家 跟少女談心事 少男他又談 只有這些事情 我們遲些再談 還有一句 大家如果聽TBC 你就不要生氣了 其實TBC的其中一個策略 就是罵人網和人力 他是多人聽 一般人要去聽 是要聽為什麼 剛才我便說 他要罵他 對 剛才我便說 大家上去聽 就是增加他的收聽率 他也是想作出誰死的掙扎 也不是 挺好 我覺得這個競爭不錯 那便當我們反面都幫他 對於聽眾來說 沒有損失 對嗎 我們說支持他 只要用這個方法 唯有 好 那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好 拜拜 下次再見 香港人網 敢講自豪聽 好